有说9月到10月的运的分两类 一批呢会为人际而忙碌 一批呢会为人际而心烦 要么呢射手在这个时候就会有契机啊 接触认识到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人和圈子 或者说这段时间你身边的人会换一批 比如说经理一些人事啊团队啊 项目方合作方合伙方 你的一些业务的一些转型转变 或者说客户圈子的一些交替更换和对接 那这里是什么就有忙碌 国庆假期可能也是在线工作 各种是不得空的 好在呢这里看到也有某种团体的一个相伴感 射手应该也不是说一个人加班 或者说在这自说自话 会有人跟你可以一起去对话啊 商讨啊研究啊 你们想要找个人还是找不到的 也就是说不是那么孤单的情况 那这可能也是某些射手此时在寻求的 就你们把自己的人际搞得那么热闹啊 就是为了给自己孤寂的内心 也有一点点的慰藉 那这个时候呢你们也能够从周遭当中 网络当中众人的团促当中去获得 有的射手呢也会特意跑到人多的地方 去感受一下那种热闹 还有一批射手就会容易被人际搞得心烦意乱 甚至遭遇人际的麻烦 比如说有谁针对你啦 曝光你啊 抨击你啊 被刺你啊 等等类似的这种因人而起的纠纷烦扰 那这批射手要记得啊 从9月10月起 早一点的话 8月其实就已经开始了 今年月到年底 射手越需要避让开一些麻烦 因为我在狮子座的月韵里面也讲过 火象星座射手狮子白羊的这三个 是从明年开始变好的 因为土星换座到火象公位了 明年火象星座会逐渐感觉到那种力量感的回归 你的身体 你的生活各方面都会变强 那今年剩余这几个月呢 其实说时机未到 射手应该要只有服修养 因为你们这个时候状态是相对偏弱的 比如说身体是虚弱的 或者面对生活各项 有一些无力悲观和恐惧 你的环境是弱的 就像在抓沙子 用力的抓了一大把 结果往上皮的时候呢 沙子就往下漏 抓不住 那此时应该如何的去调整会更好的 一呢 应该主动的去切割跟外界的联络和关联 减少外界信息的接收 射手就会好很多 工作读书效率呢 也比较能够回归啊 回归自己的收心 那有的射手此时可能也会去调身体啊 或者是动个树垒啊 这个是好的 因为这是你的身体此时需要的 它需要被你关怀 被你留意到 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去关注一些 外界的世界杂七杂八的事情 应该关注到内在 关注到自己 二呢 是可以以棉花心态去应对生活 这个时候呢 有一些射手不可避免的 要处理一些公关的一些事情 或者说跟外界的互动 那切割就不太可能 那别人都打过来了 我们肯定不能够只是被动挨打 那这一类射手就可以把自己当作是棉花 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就他强任他强 清风佛山岗 他恨任他恨 名列赵大江 就不管对方出什么招 都让他像打在棉花上一样 那他就会不得力 对方也就无可奈何 此时呢 射手要注意啊 切记自己被对方带了节奏 失去理智 被对方挑衅 这就是落入对方的圈套 只会增长对方的一个士气 或者呢 会让自己受到一些损伤 只要这个时候射手理智在线 借力打力 或者是借助一些人去配合 就可以去反击 或者至少会把这个损失降低 那这也意味着找工作换工作 或者是工作考学 有一些计划的射手啊 比如说你如果是自己主动的 主动跳槽啊 主动去开启新的一些事情啊 挑起一些新的一些计划 在这个时候往往发展不那么理想 很容易不了了之 但是如果你是因为瓶颈 或者是你待不下去 或者是别人找过来等等原因 射手被动的去换工作 去开启 启动一些新的项目星的计划 那么虽然可能进度慢一点 开丝过程取折一点 但是后期发展反而会更顺利 有的射手也会经历这种 因祸得福的一些运啊 那财运方面呢 射手此时可能会有强烈的投谋资啊 扩张收入 或者是很想要消费 物质的欲望是比较高的 因为不论是想赚还是想花 其实都是预念的一种显现啊 它其实是一样的 那要提醒射手呢 行运看9月到10月 都不是适合利益熏心的时间 很容易这个地方得了 那个地方丢了 或者现在得了 后面又丢了 就是这个时候一定要剁手 要减少财务的欲望 对于理财生意或者是消费呢 都适合从长计议 或者说如果你这个时候想要投 那就一定要奔着长线投 不然的话短线很容易就跟坐山车一样 就是非常不稳 进出点把握不好 非常冒险啊 射手千万要谨慎 这也意味着此时射手工作 如果遇到一个项目 你也要多长期的考察和考量 务匆匆忙忙决定 更务随大流 感情桃花方面呢 跟财运方面一样 非常容易受到身旁人的一个影响 比如说很多人会来评判 和出主意射手的感情 然后弄得他们好像多在意 多相关似的 但射手要始终记得啊 日子和感情是自己的 这个时候你的感受才是关键 这些给意见的人 你会发现到后面他们都不见了 不论是父母长辈还是朋友 其实呢 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去帮射手 去承担这个结果 到头来其实还是射手 自己要扛下所有的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不要冲动的听他人之言 一定要去找到自己内在的一个声音 那桃花状态呢 10月18日以后会好起来 可是整体感情和人际 其实这两个月还是挺需要多看 少定 少上头 避免因为寂寞去谈 或者是冲动去分 有了射手呢 这个时候坠入爱河的理由 真的是很妙 分手理由也很妙 什么天冷了我想谈了 或者天冷了我想分了 就这种很想把你们脑袋敲醒 就不要这样子 要手术底线 手术原则 就做任何的决定 你要有一个道理 那有伴侣的呢 注意一下三脚关系 或者是一些烂桃花的干扰 他人朋友的这些影响 本来两个人可能也没什么事情 但是看到别的情侣 别的一些对象 就容易对眼前的人有了意见 所以再次强调要屏蔽外界的影响 那精心在十二宫也代表感情当中 要多包容温柔可以去审 美容减脂方面呢 射手素颜会变美 这个时候用的手段产品 可能会对素颜的皮肤有效果 或者有人会去内在的这个调理 比如说传统的中类的这种护理 对自己的健康 陪着自己一起剪 还是可以取得成果的 自己一个人剪的话 稍显毅力不坚定 那要助所有的射手 九月到十月回归内在 温柔呵护 疗愈自我平安大福 这次做财财财 财要手助啊 你们其实是明年变好 从心运来看 也就是土星进入同微火象的白羊座 是三个火象的一个翻身年 明年式 那今年春节之前这几个月呢 这次做只要避免行叉叉错 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这个时候关键是要守住 那具体要规避哪些事情呢 九月下旬到十月呢 关键之一就是财务 理财投某资等等 资金方面的运筹安排 狮子可能特别想要消费 或者是理财 或者是做一些大的一些投入啊 那行运开始不适合的 尤其是房车这种大件 除非你现在是刚需不得不买 比如说有的狮子 现在不得不搬家 不得不换个地方 那这种情况除外 其他的狮子呢 明年会有更好的机遇 对个人资金做规划 或者说明年你们会看得更清楚 当然了 金星从四公到五公 也代表狮子有机会遇到心仪的家啊 或者说你如果拿款来 布置家里面弄房屋 也是能够弄得挺漂亮的 弄好之后 狮子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你是满意的 只是说从财的角度来说 有更经济实惠去买一些东西 或者说投入回报率 更稳的去做一些事情的时机 这个时机不是在 今年的九月下到十月 那工作读书方面呢 因为日水磁客都在沟通工位 九月十月狮子需要特别留心 对外说话表达 此时呢你们一定会感觉到 如果身边人 对你的一些话语是同意的 是认同的 很多事情就会顺利很多 如果他们不同意 很可能就会拖延啊 生变啊 没有办法往下进行 所以要多跟人套近湖 工作读书旅会更好 此时呢也容易有外勤啊 外出啊 跑动啊 学车啊 差女啊 培训上课 考试应酬 和各类对外交流啊 也比较容易变多 所以是活跃朋友 人质圈 人脉圈 增长知识见识的好时机 很利于读书旅游 有的狮子呢 也会带家人出去玩啊 或者是安排父母家人出行 那这个行运 也是利于换工作 换伴侣重新找下家的 那狮子此时有一个优点啊 就是相对比较 能够听进去别人说的东西啊 走脑子了 感性还是感性的 还是那个火象的狮子 但是这个时候脑子是在线的 所以呢 才会学的比较好 也会给人感觉 比较能够沟通 只要是做十月步 自己暗地里去做主 或者说自己新生一些埋怨啊 其实你们所做的 所有的事情 都能够找到人帮忙 虽然也有小人 环境可能也有阻力 或者是某种形式的不明朗啊 但是呢 朋友运 亲友运 是很不错的 像家人啊 老客户啊 自己团队里面的人 是狮子能够找到的贵人 是你们此时应该要重视的人 也许呢 他们此时正好也需要 狮子的帮忙和照顾 那好好对待的话 是能够累积自己的福德和善报的 工作读书呢 如果遇到瓶颈 可以通过做一些小小的改变 小小的沟通 小小的事情 或者定一些小的项目目标 要去扭转 一定不能够吵架啊 口舌容易给狮子 招致怨恨和打击报复 你会感觉被孤立 或者说感觉 自己好像不是很顺 所以尽量说话 要文明理智 有策略 避免情绪化 避免发脾气 避免冲动 那美容减脂健康方面呢 注意睡眠啊 还有梦眼啊 过敏啊 神经啊 肠胃啊 胸腔啊 妇科啊 肿症啊 免疫系统等方面啊 这个月呢 不适合减重啊 刚说了聚会聚餐会多嘛 或者说你自己 其实事情比较多 容易顾不过来 会分心 那狮子这个月 更应该花力气维取 身心的平衡 和精神的健康 避免的想太多 或者说因为外界 过多的去消耗 自己的精神力量 可以的话 少接触水源 适合找人打打球啊 爬爬山啊 不适合单人运动啊 像这种瑜伽 古拉底等等 这两个月是不适合的 比较适合去做一些 团建之类的事情 那爱情桃花方面呢 是做9月10月 要防烂桃花 有一点点桃花破财的迹象 所以呢 如果你感觉 跟对方在一起 自己运气变差了 或者你总是要 给别人一些款啦 财啦 物质方面的支持 也可能对方的一些条件啊 你总是看不清楚 那就要警觉 这可能是小人型的桃花 虽然可能对方 也会给狮子一些甜头好处 但是整体 不是可信赖的人 那有伴侣的狮子呢 此时跟家人 老家的人会走近啊 比如说有谁可能取婚 还有互相串门呢 就有机会 也有机会从父母家人 或者是你做生意的话 就是从那种老贺那边 挖到一些财 挖到一些宝 那要助所有的事 从9月到10月 有来有往 建立起义 合中共计 过一天 当做今年下半年来说呢 从9月23日到10月23日 会出很多决定性的结果 或者是此时会影响到 很多未来深远的路 半年之内 没有比这更关键 更能够让白羊座脱胎换骨 或者是起心隔面 换一条新的路的时间 它要进入到你们新团的气功 合作合伙 合约婚姻的工位 势必会让白羊呢 去面对处理 跟合作洽谈啊 签约解约 以及是证员办理 关系有关的一些事情 而且天王星此时呢 是逆行在白羊座的正财工 其心精心在偏财工 也就意味着财工被触到 代表白羊一些财务的事情 会被落实到为 或者是确定下来 那这个款呢 其实白羊现在就知道 或者是你感应到 它会进入到你的户头 或者是你知道你要给出去的 你自己是有这样的一个预期的 或者说突然间来的 这一笔跟财有关的一些事情 应该说它本来就在白羊 今年的一些规划当中 那从9月到10月呢 白羊就是步步为营的 一刻都无法放松 几次的去达到 你想要的一个结果 去完成一些现实的任务目标 所以呢 有一批白羊 在9月末这周到10月 是能够拿到款 或者是结算的 财运不错 也可能你被要求 负担偿还的一些款 你这个时候是能够攒购 所以很值得恭喜 当然这也有个前提啊 就是白羊是要按步骤 按流程 类似于这种一步一步 一关一关的去闯去走 就能够走到你想要的地方 因为从行运看的 这个款或者说这个结算呢 也不是那么简单 就能够随便搞一下 就能够搞定呢 就能够拿到这笔款呢 当中可能会有好几关 比如说你得跟人士去沟通 比试面试 竞争过所有人 才能够拿到工作 或者是才能够加薪 才能够去提升自己的薪资 对方才能够发工资给你 或者你得谈下来 客户或者是合作方 走一波流程 对方才能够给你款等等的 所以对有些白羊来说呢 9月23日到10月23日 是你们的一关 这一步必须迈过去 才有后面的事情 和后续的发展 这一步要是迈不过去 后面的这些都是白搭 所以呢 开头我说 这是影响深远的时间 工作读书当中 此时要留意竞争关系 同行同事 同级别的人的一些安排 和人沟通互动 能否对上点上 你的力气 有没有花在点上 决定了白羊9月到10月 能够坚持走向胜利的目标 一个关键 火星此日是在四公啊 也会影响到白羊的一个家宅 以及内里的健康 还有内里的情绪 这两月呢 白羊熬夜 你会感觉到身体的损耗 会耗得比往常要严重 当然这也代表着 有机会体型啊 体质啊 有大的一个改造 而且是那种 从饮食到作息 到内在的观念 从内到外的一个彻底的改变 或者说 你会花大价格 做一个激烈的改变 你们有一种危机 就是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 然后呢 白羊就会变 而且可能是一种 很激烈的流血流泪流汗 或者是忍受着某种疼痛的 这样一个变 你们此时呢 对自己蛮狠的 所以白羊是能够在接下来 一个多月 形成一种新的惯性模式 很厉害的一个星座啊 而且呢 这次形成之后 白羊能够持续下去 比如说 你在减重的话 能够持续的受 因为你们这个时候 已经形成了 新的一个饮食生活方式 是好的方式 可持续的方式 所以内里的这种改变呢 它是可以持久发挥影响力的 白羊可以好好把握住 自我大改造的机会 当然这个当中 风险你也要去控制啊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们改造成你的房屋 家里或者是你周遭 有大的变化当中 就周围环境可能不太太平 或者是不能够让白羊 完全安心 比如说周围可能很吵 有人在装修 或者是有人在闹 或者是你家里 公司里面有什么状况 让你感觉不太省心的 也可能有白羊是要搬家啊 换租啊 装修家里面啊 换室友啊 换住所啊 换公司啊 等等有关事要安排 这种剧烈的变化呢 似乎要把白羊 另外一种 我要去塑造 是一种更现实的 或者是更能够接纳 并且是融入周遭环境的一个模样 不再是一意孤性 这也是上天对白羊的一个厚爱啊 你要感受得到 这两个月呢 切记要靠自己去盲目的努力 结果很可能你会发现 你做的老板客户都不满意 并没有给你带来财 或者是你准备的东西 一点都没有被考到 因为呢 白羊这个时候是应该取奖金的 而且也有贵人力 如果白羊现在有这种想法 想要快速的按照自己的方式 达到目标 拿到理想的结果 一下子完成任务 有这种想法很正常 但是是不正确 不明智的从行李来看 因为你们这个时候 走的是欲速则不打的欲 白羊呢 需要先谨慎深入的去分析 或者是跟别人探讨 确认此时对方当中 或者是现实当中 他的考题到底是什么 要求是什么 自己的一个优劣 是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背景是怎么样的 这样呢 你才不会带着无意义的 一种精神负担 内耗着去往前努力往前走 越盲目行动 行动速度反而越容易变慢 或者是不符合要求 其实呢 日水是在9月23日到27日 陆续进入到标准功了 说明白羊现在面对了很多东西 它是有模板的 有案例的 有立棉的考题的 或者是它是有清晰明确的一些指示 要你怎么做怎么做 它都会告诉你 因此白羊呢 要学会审题 学会听一些核心的关键 按照模板套路来应对 学生呢 多做一些模考题 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你们此时呢 不需要毫无遗漏的去背考 去工作啊 就好像一个都不能放过 你要有针对性的去做 哪个是着急的 对方着急要的 哪个影响你的财务收入 或者是现实结果大的 白羊就优先去做 避免呢 同时抬起很多的事情 在这个时候 也要谨慎的给出承诺 以免你精力不够 完成不了 或者是达不到 可能到时候 就会有些反噬的情况 那爱情桃花人际方面呢 白羊9月下旬到10月 不可随意想当然的去对待哦 有伴侣的呢 彼此需要及时的去交代 报备 沟通想法是很重要 会直接影响了白羊的财 或者是现实的利益得失 此时你们如果一个人 做决定容易有偏失啊 反倒是跟伴侣 或者是合作方 严肃的商讨之后 再做决定 才往往是更合理 更有利的 和伴侣这期间的关系呢 不像爱人 像合作伙伴 或者是像敌人啊 对话大多是偏实际的 讨论的都是怎么样去做 怎么样去获利 不是爱不爱这种事情 那单身的白羊 走到了一个 很不错的正眼力 有机会遇到 条件挺好的对象 如果能够自信一点啊 外形打扮 能够更提升一个等级 还是很有机会 往更深入去发展的 也就是说白羊 十月爱情顺不顺 跟遇到的人 好不好无关 跟自己内心当中 觉得自己能匹配上 怎么样的人 应该匹配 怎么样的一个爱情有关 你的内心想法 直接影响了 你的桃花走向 要助所有的白羊 做九月到十月 形成新的模式 达到物质目标 取得现实成绩 转化周遭环境